最近德国的暴力坦克呢 机密泄露 那么落到了俄罗斯人的手中 大家想想也知道 一定是通过俄乌战争 被俄罗斯人拿到了德国的最先进的暴力坦克 然后怎么样呀 把它给解剖了 对吧 看得清清楚楚 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西方国家呢 在军事武器 尤其是战场作战所使用的平谱 被俄罗斯给收集个进光 那么就让西方国家呢 有些恐慌了 对吧 而且据说现如今呢 俄罗斯对吧 为了表示中俄友好呢 把在俄罗战场上收集的西方武器 尤其是美国武器所使用的各个平谱呢 它的平谱图给到了中方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 那对于老美来说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么技术机密 落入到莫斯科的手中呢 这个事情在俄罗战场爆发之后 没多久就已经成为一个趋势了 那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西方武器一开始推向俄战场上面之后呢 西方媒体是大肆吹嘘 对吧 多么牛逼 战斗力多强 对吧 很快的发现就没有相关的消息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彼此之间相互在科技领域啊 这个你来进攻就是毛与顿的关系 对吧 我来防卫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根据美国的防务新闻 那么在刊登的一则消息呢 那么我们看到俄罗斯把一辆从乌克兰所缴获的德国暴使坦克运送到了俄罗斯的内陆的腹地当中 然后把它拆解分析它的零件组成 有的朋友会说 这个德国的暴使坦克 俄罗斯把它运走 运到哪里去 那你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 很清楚 通过卫星图像 那么包括俄罗斯媒体所发布的视频 你可以认为俄罗斯媒体到军方这个坦克的这个拆解的解剖场地呢 拍了个Vlog 对吧 然后这辆叫做暴使2A6坦克 它现在所在的地点呢 在乌拉尔机车设备厂 那么这个设备厂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坦克制造商 而且还参与到了德这个俄罗斯目前最现代化的最新的坦克型号的生产 也就是说呢 在战场上缴获了坦克 然后呢运走运到了俄罗斯的内陆腹地这个乌拉尔机车厂 那么进行研究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说明一下 就是在坦克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卫星侦查设备 那么这么多的设备呢 是实时会联网的 所以说在美国和北约啊 或者德国呢 他在网站上能够清楚的看到 他这个被缴获的坦克 他的行进轨迹 那么这个所以就很清楚了 对吧 那么我想呢 俄罗斯方面也没必要把信号屏蔽掉 反正就把这个这个信号呢 让老美让北约啊 你们就亲眼看着 我把你的这个坦克运到哪里去 对吧 这个GPS信号实时告诉你 对吧 你还没有皮条 就这么简单 那么目前的话 德国在这个俄罗斯呢 在俄欧战场上缴获了很多辆啊 先进的这个坦克车 那么其他武器呢 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么这辆这个坦克车呢 那么我们看到 已经呢 这个乌克兰方面公布的 就包括了13辆的豹2A6型坦克 那么其中呢 有大部分呢 其实都是完好的 也就是说呢 他不是被摧毁的残骸 而是怎么样呀 保存完好的 这个装甲车 坦克车 你可以认为呢 就已经投降了 那么这样一个乌拉尔汽车厂呢 他的地理位置呢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国土面积非常大 对吧 那么这一个这个这个工厂呢 他已经距离在这个 这个塔吉尔呢 这个可以说这个地区 那么他在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的脚下 与离这个乌克兰的前线呢 非常的遥远 那么这个坦克这个工厂呢 他里面的这个坦克车的高级工程师呢 是一大堆 那么这个工厂乌拉尔汽车厂呢 他又是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当中的 坦克制造的主力厂商 所以这意味着这里面非常丰富的工程师呢 对这个坦克车拆解之后 他很多的细节呢 就会被了解到 俄罗斯最先进的坦克 最现代化的坦克呢 是T90M坦克 这个呢也是 这个俄罗斯的主战坦克 另外一方面呢 还包括像T72B3M型的主战坦克 那么进行现代化升级呢 也是在这个工厂进行的 而且在今年的2月份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他就视察了这个工厂 也凸显出这个工厂呢 在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当中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俄罗斯媒体 对于缴获西方的先进的主战坦克 自然是颇为欣喜 而且援引西方行业出版物的话说 西方对于这些机密技术 落入到莫斯科的手中呢 感到恐慌 那么目前德国的坦克 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表现呢 总体来说是不好的 主要是因为坦克车这种形态呢 在二战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对吧 大规模的 特别是这种平坦的 这个地区平原地带呢 那么坦克大会战 是二战当中战场形态的一个主要 战场的一个主要形态 那么坦克的这个先进的配备 这个防护的这个功能呢 看似强大 但现在呢 随着无人机技术 精确打击技术的发展呢 坦克车在这个整个战场上的战斗力呢 的确表现是不怎么地了 所以呢 加上俄乌战争这一次对吧 很多坦克车连根本就没有被摧毁 基本上算是被这个战场上直接缴获 我们知道德国制造的鲍2A6型坦克呢 一直被视为是西方 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主战坦克 和俄罗斯相比较呢 那么之前一直认为 德国的这个坦克呢 它有很多的优势 包括它有更高的趁原的生存能力 它有比较先进的火炮系统 它还有比较强大的火控系统 还有它不同类型的这个 这个高效的发动机 那么这个可能和德国的 在机械工业当中 发动机的能力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被俄罗斯缴获之后呢 那么西方国家呢 就感到非常难受 对吧 你这个一直这么搞的话 那么我还敢援助你乌克兰先进的武器吗 那么给了你之后呢 很快俄罗斯就掌握了相关的技术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这个而且这也不是头一次了 很多的西方的精确武器呢 在俄罗斯战场上都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么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呢 乌克兰所使用的武器呢 很多都是来自于西方 尤其是来自于美国的神舰炮弹和GMLRS导弹 这些精确的制导武器呢 在俄罗斯战场上 一开始的表现呢 是非常出色啊 这个感觉呢 好像很牛逼 对不对 让俄罗斯军队呢 感到文分丧胆 但是呢 就在西方准确打击俄罗斯装备的时候呢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也开始研究这些武器的类型 武器的属性 随着一些缴获的武器 这个被研究之后呢 就制定了反击的策略 那么比如说 针对美国的神舰炮弹呢 俄罗斯研发出了名为克洛维茨的干扰弹 能够干扰炮弹的信号系统 让它无法命中目标 那么大家想想看 我们前面所说的 俄罗斯在俄欧战争当中 绘制了西方军事武器的 主要是美国军事武器的平谱图 对不对 那么结合这里所说的干扰弹的 这个战场的这个应用 那么很能够说明问题 就意味着呢 它的的确确一开始在电子战当中呢 获取了很多的信号 那么之后才能够研发出 有效的这个应对措施 另外针对美国的GMLRS型的导弹呢 俄罗斯也研制出了一些 应对的这个反击措施 所以俄罗斯的这个战场形态 在一开始的时候 确切实实是比较被动的 尤其是在这个欧战争爆发 半年左右的时间呢 那么西方的大量武器的供给 那个时候呢 是这个上头了 对吧 然后呢就是大量的这个军事装备 都运到乌克兰 好像呢 希望借此机会一举搞定俄罗斯 但是没有想到 俄罗斯一开始吃了闷亏之后呢 研究一段时间 那么西方很多武器在战场应用的效果 就大打折扣 那么就打乱了整个西方武器的应用节奏 那么西方的军事理论认为 当下的处境呢 需要进一步评估 那么未来的西方武器系统呢 可能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升级 否则 当然战场想定 比如说和中方之间 如果爆发了什么样的冲突 尤其是美国的武器系统 在亚太地区的热点区域 如果爆发了类似的军事冲突的时候呢 恐怕 对吧 当今在俄欧战争当中 那么所失去的很多的 这个 信号频谱呢 就会被中方所应用 那么这一次的俄欧战争 让美国对乌克兰输送更先进的武器系统呢 感到非常的担忧 因为我再把更多的先进武器送上去 这个其实一方面也不符合 美国当下的这个政治的环境 因为美国无论是特朗普获胜 还是哈里斯获胜 对吧 那么基本上结束俄欧战争 就是一个主要的方向 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 这个更不可能运送更多的武器弹药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一种担心 就是我把军事武器送过去 很快 那战场呢 你又被俄罗斯给缴械了 对吧 缴械之后呢 再评估 然后再研究 那么到时候美国手上失去的牌呢 就更多了啊 尤其是在电子战和干扰设备方面 俄罗斯目前所研发出来的被动干扰设备 让美国的西方的军事武器呢 他现在在战场上发挥效率的难度 是越来越大 尤其是不管什么样的精确武器 只要被干扰弹击中 那基本上呢 就是报废了 那么我们所看到目前的这种状况 俄欧战争的局面 对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说呢 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啊 这个处在高度的困境当中 最近这段时间 泽连斯基呢 也开始提出所谓的胜利计划 反正呢 所谓的胜利计划拿出来之后 被西方国家嘲弄一番啊 媒体呢 现在也开始不假辞涉 对吧 泽连斯基看起来呢 这个路越走越少 现在基本上算是无路可走 无论西方谁这个上台 甚至包括德国的总理 朔尔茨已经表态 对吧 我们不会再增加 对乌克兰的局势援助 你想想看 泽连斯基究竟该如何去 这个应对未来的局势走向呢 那么乌克兰在战争当中 表现出来的这种状况呢 其实让西方国家呢 此前几年的努力呢 基本上算是白费了 而且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装备呢 暴露在了这个世界的面前 俄罗斯只要一掌握 未来这些武器 如果用在中东 很快 珍珠党呀 这个包括 这个伊朗呀 就就会掌握 对吧 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 黎巴嫩珍珠党 利用低空武器 低空无人机呢 也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军营 也造成了四名以色列士兵死亡 和几十名以色列士兵的 这个重伤 那么这个局面本身呢 也反映出 现在战争的特征 就是小型化武器 这个无人武器方面呢 它的这个应用 确确实实改变了过往的 很多战场形态 尤其在这个军事的 这个电子战 一些这个平补的掌握 如果被对方所了解的话 那么你在时时刻刻的 战场态势感知方面呢 就处在一个被动的局面之中 从欧战争爆发 这个两三年的时间呢 过去在战场当中 在西方媒体当中 不断被吹嘘的很多神话 尤其是很多来自 美国和北约的神话呢 那么实际上都一而再的 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因为过去呢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美国在战场当中 投射的各种武器装备 对吧 那美国它的这个 军火企业 在美国国会政治当中 影响力很大 对美国的媒体宣传呢 因为它要长期的 对外销售武器装备 所以呢 它就时常会去宣传 它的武器性能多么的领先 对吧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美国武器 就是欧洲的 北约的主战武器 比如说 鲍尔坦克 连续十年 全球排名第一 世界最牛逼的主战坦克 性能比起 十辆T72坦克更胜一筹 这就是西方国家不断所宣传的 从正面战斗到侧面战斗 不管怎么攻击 鲍尔坦克 好像在过去的媒体宣传当中 总能够吊打T72和T80坦克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俄乌战争当中 比如说 这个扎波罗热前线 乌克兰的鲍尔坦克呢 首次参战 却遭到了俄罗斯军队的痛击 损失惨重 在这场战争当中呢 乌克兰方面被这个 这个多量坦克呢 直接被摧毁 俄罗斯军队采用的是 打击西方坦克的战术 这个精密战术 精密作战 他们在战术高地附近 部署了雷区 并建立了密集的设施 在乌克兰军队攀升上山时呢 俄罗斯特种部队 这个反坦克导弹 就迅速做出反应 现在这种轻量化的 反坦克作战武器呢 实际上往往在战争当中呢 会更为灵活激动 效果呢 往往更好 而笨重的坦克车的形态 虽然号称很先进 但是如果你在电子战 在这种这个 这个所谓近距离的 反坦克武器 你不能够很好的防卫的话 那么其实你面临的挑战呢 就会比较大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的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在过去几十年呢 也是被吹的是 反正就是很牛逼 就是这个很强大 结果呢 吹了三十多年 在俄乌战场当中呢 也是被打破了这种神话 在1991年2月26号的时候 美国陆军第一装甲师 第二旅在伊拉克的 布塞耶地区 进行了一次战斗 在这种战斗当中 美国步兵使用了M2 这个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成功摧毁了 伊拉克共和国卫队 这个塔瓦卡纳装甲 装甲师当中的 29辆T72型主战坦克 而与之一同参战的 美国陆军M1 AMY型的坦克 仅摧毁了28辆坦克 相比之下 M2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摧毁的坦克数量更多 当时呢 就开始这个 又开始牛逼上升 对吧 当时觉得很强大了 但是要知道 美国这个步兵战车 面对的对手是伊拉克 在当年的作战环境之下呢 伊拉克所掌握的所谓电子战呀 近距离的反坦克武器呀 和俄罗斯相比 和今天的这个整个科技发展到 现如今的战场环境相比呢 早就已经经费西比了 所以变化非常之大 在扎伯罗热的前线 俄军的T72坦克一发命中 就把一辆距离俄军T72坦克 1300米远的M2布拉德利战 这个步兵战车呢 直接摧毁 这就是对手不同 武器装备看似相同 但是战场效果却是天差万别的 这种状况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俄罗斯的武器呢 它的这个不少的这个 这个这个过去的这个神话呢 也被揭穿了 你比如说 以前呢 被传为神话的俄罗斯T90 号称最强新型坦克车呢 那么在俄乌战场当中呢 实际上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 另外一方面 我们必须也要看到 对吧这个我们讲到军事武器的时候 不能只看广告 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疗效 比如说在以前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军售对外宣称呢 他们最牛的战机 比如说苏34战斗轰炸机的表现呢 的的确确看起来媒体宣传很牛 但是现实俄战争 那么俄罗斯苏34战机表现很差 让人大跌眼镜 这他所塑造的这个媒体的神话的形象呢 也就此被打破 那么俄罗斯方面的苏34战斗轰炸机 在超市区空战能力方面 看起来是并不突出 尤其是他的航电系统呢 表现也非常糟糕 那么联想到他的售价非常高昂 需要数千万美元之多 对吧 另外一方面呢 俄罗斯的军事武器 在一开始的应用当中呢 不得当 在战场当中呢 表现也不怎么低 不怎么低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能够看到这场俄乌战争呢 那么西方和北约方面 过去在媒体宣传当中 所大肆吹嘘的武器系统呢 对吧 无论是步兵战车 还是他的一些德国的坦克 那其实都面临着 这种轻量化的小型化的 尤其是无人机的攻击 而俄罗斯自身 所宣传的很多武器系统呢 一开始的时候 对吧 也是呢 这个给予高度的期待 但是实战下来呢 表现也相当的一般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 现代化战争的特征 那就是越来越小型化 越来越这个轻量级 越来越机动灵活 而未来的战场态势呢 越来越人工智能化 AI化 自组织 我们最近看到 这个深圳的一场无人机表演 动用了海量的无人机 他们就可以出现 所谓的信息系统的自组织 所以才能够按照程序来走动 对吧 排列出各种不同的队形 那么自然呢 在战场上对应用的时候呢 就能够掌握战场主动权 所以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 在全球占比非常之高 那么其实 如果我们稍微想一想就知道 人工智能的应用最主要的在哪里啊 恐怕无论是中美还是各国 首先就会应用在军事领域 那这部分的投资规模非常大 只不过呢 不是民用的 我们平时呢 关注的比较少 那么我们看到一场欧战争 对吧 这个德国的 这个视为神话的 世界排名第一的 暴使坦克 被俄罗斯人给解剖了 很多技术秘密呢 也都泄密了 那么过去所宣扬的 很多美式的军事装备呢 看起来战斗力也是一般 所以啊 很多东西呢 我们不能只看广告 不看疗效 这个俄战争 给我们所带来的 这个消息呢 我们看的是非常清楚 感谢观看